迎接4月4号儿童节公布乡长林清水 这几天逐一前往乡内无所小学 以及乡立幼儿园发送儿童节礼物 同时在今天与西府国校全体师生 共同体验制作披萨 小朋友不仅有吃有拿 真的是个个都非常感谢 看见乡长林清水带着儿童节礼物到校 各个学童喜悦之情亦与言表 接下礼物后大家也开心的和乡长合影留念 气氛热烈 迎接4月4号儿童节乡长林清水这几天 化身为儿童节老公公 分别到乡立幼儿园以及大静国小等乡内无所小学 发送儿童节礼物给每一位学童 今天西府国小体验制作披萨 来庆祝儿童节 正巧乡长林清水也来发送儿童节礼物 学童可乐坏了 带着乡长一起制作披萨 边做边吃相当有趣 带着乡长林清水上润以来相当重视学校教育 各级学校各式教育主题活动也无意不语 尤其参与各类大小竞赛表现优异者 相公所也大力赞赏颁赠奖励金加奖鼓励 而在儿童节这个专属学童的日子 向长林清水也发送儿童节礼物 齐勉鼓励 我们希望说每个小朋友在儿童节的时候 可以健康快乐活泼 然后也谢谢各位各学校老师市长 对我们关乎乡小朋友教得那么好 这一战是在西府国小 很热闹家长都参与做披萨也很热闹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家长可以参与到我们学校教学 让小朋友有更多的一个爱心 所以我们祝我们关乎乡前天下的小朋友都健康快乐 今天30号上午乡长林清水到光复国小 大静国小乡立托儿所 大兴国小泰巴郎以及西府国小 发放儿童节礼金以及手作披萨 感谢校长主任各老师的用心及教导 祝福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将来的日子里都能快乐学习 平安健康长大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好